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昨天发布消息,在对三星公司进行约谈和启动缺陷调查后,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从即日起将召回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全部问题三星Note7手机,共计19万多台。 消费者可以选择免费更换其他型号全新三星手机,并退还两个产品之间的差价,赠送购物券300元,或者按照原购买价格全额退款,同时回收产品。 我们下期再见。